咦,开来开去上了白油路面了,上了这个水泥路面了,奇怪了,哈哈,哈哈,那往前走的,我也我的妈呀,直播这个朋友们看一下上面,那石头随时可以掉下来的呀,那,那石头随时可能掉下来,好危险呀,哇塞,赶紧通过,不吹牛逼了,再掉下来的话, 我跟你说,啥东西都抵不住啊,哇靠,好吓人啊,啊,这里还有一些水泥路面,看看有多长,应该到那不够,还有个几十公里啊,继续走吧,不要担心,牛哥,牛哥,牛哥,赶紧让一下,哎,谢谢, 谢谢牛哥哈,哇塞,这风景真正的,这才是这越野人的乐趣,哎,我的妈呀,这这么一小段,我以为有多长呢,一公里,又是成了个吐司路面,啊,走吧,走吧, 这条路真正的,好险呀,看看这路中间那两块大四条,随时可能过不去呀,还好,旁边可以倒过来,又来了一段本水泥路面,哎,这个水泥路面断一断的,哦哦,又没有了,水泥路面,又成了吐司路面, 嗯,这里面全程没有信号了哈,因为这里面的话,电线杆,跟那个光缆,都没有拉进来了,可能要往前走吧,要到那不够那个地方才有,那往前走了, 啊,在路边,随时可能要往前走,啊,在路边随处口间的瀑布群,啊,哎,这个沟里面真的爽得很呢,啊,那不沟的话,应该是走下面条路,但是上面条路去哪里,那往里面走一下看看,既然有电线跟进去的话,它应该, 有光缆进去,有信号,可不可以呀,往里面走一下看看,这个位置出现电线干了,问题是有两条路啊,朋友们,我估计是走下面这条,不是走上面这条,啊,根据我的估计,那问题是这条路往哪里走呢,老大啊,啊, 你又成了选择困难症啊,现在这个位置也没有信号, 看一下这个峡谷里面的风景哈,朋友们,啊,所以走一段路,它有一段水泥路,走一段有一段水泥路, 骑了怪了,我不知道到这个那不够还有多远,只能闭着眼睛往前走, 这水泥路当年修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有的地方修一下又断了啦, 好像这里面的村子也没有多少车进去呀,没有车轮印子,我进去看一下,这路这么难走吗, 我靠,我靠,我靠,我靠 我的大哥,我闪。我闪 这个里面又来北一路了,没有车轮印子啊,乾进去再说,看看是那里的, 我真的是走错路了 来到这个位置 是一个很偏的小村庄的里面 木区 问了这个阿家 马马上往下边走 这个地方太漂亮了 很原始的地方 特别美丽 特别漂亮 这里只有 看这里的话 有三户人家 两三户人家 阿家的汉语不是太好 这条路上来 到这个位置就没有路了 看我的车 在这个地方打滑了 看到没有 没有路了 上去不了了 这个位置 这里有条活流 还有雪山 看看 那沟里面有雪山 有冰川 但是走不进去了 车也开不进去了 走路的话 应该还可以进去 这个位置 只有几副牧民 有个 估计有个 看这样子的话 有个三副牧民 就把路都修到这里来了 真的 我们 感恩 感恩我们的祖国太强大了 把电网 包括这个 嗯 信号 全部拉进来了 啊 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才是这二八斤 最原始纯朴的地方 啊 真正的原始纯朴的地方 那里还有富人家 然后这里有富人家 我还是要返回去 梯形路口往下边走 才是去麻麻乡的路位置 看看这里风景美不美 很漂亮的地方 而且在山里面的话 有可能有熊 啊 而且很多土特产也有 挖虫草的话 这山沟里面我估计也有特别少 太漂亮了 上不去了 小路都上不去了 但是里面冰川雪山的话 应该是可以图铺进去看一下的 如果以后有时间来的话 可以进去看一下 这个车就到这里了 只能掉头往回走 好朋友们 啊 美的不像话 在沟里面 这才是真二八斤的小众的地方 给富人家 政府把路修通 把网迁进来 好了 谢谢大家 我先去麻麻住了 再见 拜拜 我已经把车开下来掉头了 村庄就在这里 只有给富人家 我都真想不到 而且车都没看见一辆 我进来这时候也没见车轮硬 真的是我掉头压的印子 而且把路修进来 还富难都有 真正的 我为祖国的基建 输个大拇指 看看村口的这个白树 古白树 好了 继续回去 往下游走 去麻麻沟 从村子出来 下来 往下游 上面那个村子太少了 这个水积路一段一段的 继续往前 我从库局压出来几个小时 没有碰见一辆车 然后这条路上 去麻麻沟的这条路上 一段一段的有这种富栏 有白油路面 我真的非常感恩 感恩我们的祖国 太强大了 看一下这段一段的这种 百油路面还有富栏 而且这个高压电线杆 包括这个电网 尽管 金锦 只是为了提供根 看看对面的步步哈 提供根这个 前面我去的那个村庄 刚刚去的那个村庄下来 我不知道 这个路线 包括这个 呃 的电网 跟这个 通信光栏 这个花费的代价有多大 而且那个沟里面只有两三幅村庄 真正的 太了不起了 我的祖国 哇 这里的瀑布也是非常漂亮的 在沟里面 到前面的话应该有一个 箱呢 还有应该是二三十公里 到麻麻沟里面 继续往前出发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 吉巴乡 让村 这个位置叫吉巴乡让村 从这里往那部沟麻麻乡里面 好像全城都是百油路 而且这个让村 这村里面基本上都是 开的宾馆 开的民宿宾馆 阳刚旅馆 这里还有个麻吉阿咪旅馆 哇 这村里面全部都是 这里有个门塞雄旅馆 这里几乎都是开民宿的哈 这里面全部都是做民宿的 这也是一个村庄哈 村庄在这个雪山环保的地方 然后往这个 麻麻沟的话还有半个小时路程 这个地方真的带着环境非常舒服的 哇这个让村这个村子里面好漂亮啊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原始的这个是什么树 哦这个是杏子树 哦这个是杏子树 我知道了啊这是一个杏子树 杏子树 没错没错啊不是桃树 绝对是杏子树 然后这里面每家每户都是开的宾馆哈 咖妈旅馆 机箱旅馆 山杂西旅馆 阳岗旅馆 马加妈旅馆 门鱼特色旅馆 还有个门鱼新光旅馆 如意旅馆 哦 全部都是开的旅馆 这里面 很有特色的地方 很有特色的地方 舒服这个地方带着 看一下这个石头这么大 这是村子中央 哈哈 看看这里这么壮观的瀑布 太壮观了这个位置 这里是做铁桥 好 翻到百浪 这个位置如果洪水机械的话 这个水量更大 看看 哇塞 这才是真28斤 沟里面的瀑布 太漂亮了 哇 这个瀑布真的 啊 太值得欣赏 这个位置有着围桥 现中五灯 为什么不修它呢 可能要准备修了 哇塞 觉得这桥上 还是挺担心的呀 好了 安全过来了 不允许大型车辆通过这个桥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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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